第21集 惊讶过后 他吹下头来 屋里一阵沉默 孟昭无法克制自己对这对母子的仇恨和厌恶 面前这个女人的丈夫 当年为了一百万 为了能让这对母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却让自己的母亲梦境 失去了生命 让自己从此变成了一个孤儿 孟昭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太阳穴处的青筋爆了出来 此刻他思绪混乱 甚至有些喘不上气来 察觉到孟昭的情绪有些不对劲 陆时琛这时伸过手 握住了孟昭的手 他能够感觉到 孟昭钻紧的拳头在轻微的颤抖着 这时对面的女人忽然从沙发上滑落 朝孟昭跪了下来 孟静官 我丈夫做出这种事 我也不打算祈求你的原谅 我自己怎么样都行 女人的声音放得极低 夹带着哭腔 像是怕被隔壁自己的儿子听到 那我求求你 这件事能不能不要波及到我儿子 能不能让他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女人说着 捂着嘴 哭出了声 张立青的事情 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说过 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看着面前的女人一瞬间泪流满面 孟昭的大脑一片嗡鸣 要原谅吗 还是要继续仇恨 要怎么仇恨 以命抵命吗 他垂下头来 连同陆时 趁握着自己的那只手一起抬起来 抵住了自己的额头 继而 他想起梦境无数次 送自己上学的时候 在背后注视着踏实的样子 他想起了赵云华跳楼 自杀时泪流满面的一幕 面前的这个母亲 此刻跪下来 哭着哀求自己 哪怕哀求时 也尽量控制着自己的音量 为的就是不让屋子里的儿子听到 这种浓重的感情 让孟昭进退两难 孟昭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再抬头时 孟昭勉强让自己平静下来 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叹了一声 算了 孟昭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些失控 无法将这场询问正常地进行下去 他低声对陆时辰说 你来问吧 嗯 陆时辰仍然握着孟昭的手 你刚刚说张林青给了你一个包 让你不要给任何人看 对吗 女人抬手抹了抹眼泪 点了点头 陆时辰觉得有点不对劲 如果只是一张银行卡 张林青为什么不直接给这个女人呢 包里除了一张银行卡 应该还有其他东西吧 是什么 除了银行卡 还有 还有一个 黑色的长条小盒子 不过那东西我从来也没见过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就没管它 黑色的长条小盒子 现在还能找到吗 我倒是没有扔过 但是因为搬进来之前 我也搬过几次家 具体这东西现在在哪儿 我也不太记得了 要找的话 可能得费些功夫 那你找吧 我们在这里等着 女人应了一声 起身到了卧室 孟昭和陆时辰沉默地等在客厅里 隔壁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 两久 感觉到孟昭的情绪平静下来 陆时辰 才看着孟昭低声问 孟昭 要不要出去走走 没事了 已经好多了 先等等吧 他刚刚说的黑色长条小盒子 会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这东西应该非常重要 不然不会和银行卡放在一起的 至于跟证据有没有关系 只能等找出来再看 嗯 你刚刚说算了 是原谅他们了吗 没有 两个人的音量都放得极低 只有彼此才能听清谈话的内容 还是还在恨着他们 孟昭的视线落在地板的某处 似乎微微出神 半场才开口说 我本来以为 二十年可以让我放下仇恨 起码可以放下 对罪犯家人的仇恨 但现在看来 我还是做不到 不过再怎么仇恨 又有什么用的 我妈已经走了 我作为警察 难道要通过 报复这对母子来为她报仇吗 如果这么做了 我相信我妈也不会高兴的 所以 孟昭垂下头 很轻地摇了摇 只能算了 陆时辰握着孟昭的手指收紧了 胸口那种无法排解的顿痛 又出现了 好像只有握紧了 这种顿痛感 才会稍稍地得以缓解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女人走了进来 找到了 对不起啊 那个包 我真的忘了放在哪 现在找起来 也没什么头绪 让你们一直等在这里 也不好意思 不然 你们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 我今晚一定好好找找 就算把这个家翻遍了也一定找到 只要一找到就联系你们 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 孟昭也意识到等得够久了 孟昭呼出一口气 站起身说 好吧 孟昭和陆时辰走出屋子 给女人留了手机号码 那麻烦你今晚帮忙好好找一下 这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找到了随时联系我 你放心 我一定仔细找 门刚关上 孟昭转过身 见陆时辰站在过道的窗前 正往下看 神色有些不对 怎么了 有一个人影一直在四处徘徊 视线似乎是盯着我们这个方向的 好像有点不对劲 而且 刚刚好像还拍了这户的照片 我们被跟踪了 难道是吴嘉义的人 如果让这人逃了 不但这对母子 极有可能遭遇危险 证据也可能随之丢失 孟昭当即往楼下跑 给陆时辰扔下了一句话 我去追 你在这守着 孟昭快步下了楼梯 跑出楼道 谨慎地观察周围 凭借着多年从景经历 带来的敏锐嗅觉 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十几米开外 昏暗的灯光之下 一个黑漆漆的人影 似乎察觉到了孟昭的目光 脚步越来越快 就是他 如果能把这个人抓住 那将会带来大量线索 孟昭迈开了步子 朝那个黑影的方向靠近 为了防止被对方发现 自己已经被锁定 孟昭阳坐 还在张望着寻找 余光却紧随着 那个黑影移动的方向 孟昭不乏训解 姿态与平常走路无异 在悄悄跟随的同时 他也刻意地 与那个黑影 保持着一段距离 孟昭谨慎而仔细地观察着 不远处的这个黑影 这个人戴了黑色的帽子 黑色的口罩 穿着黑色的运动服 几乎要和夜色融为一体 小区内过道彼此相连 那个人似乎对这儿的地形 很熟悉 鬼影似的穿梭在过道之内 应该是在试图摆脱 孟昭的视线 你发现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区内过道彼此相连 那个人似乎对这儿的地形很熟悉 鬼影似的穿梭在过道之内 应该是在试图摆脱孟昭的视线 突然 黑影加快了步子 不管不顾地朝前一阵急速狂奔 孟昭也立刻加快了速度 这一次他不再隐藏自己 而是迈开步子急速追赶 盯着那个黑影 始终紧追不放 孟昭的速度和体力 虽然要优于黑影 但是由于小区内昏暗无光 过道七拐八折 想要在短时间之内将这个人追上 还是有些难度的 孟昭判断着那个黑影逃窜的方向 如果没猜错 那人应该是想通过小区的某片门逃出去 绝不能让他跑了 他一边全力追赶 一边通过黑影逃跑的方向 推测着偏门所处的位置 虽然黑影为了躲避孟昭 不断地在小路之中绕路穿行 但是孟昭察觉到 总体上 他们正在往东北处一点中的方向移动 而那里应该就是门的位置 靠近某一栋楼的楼角处 黑影再一次拐弯 此时孟昭放慢脚步 再次隐藏了自己 他悄悄地往小区东北方向移动 在一处杂草丛生 激进荒废的空地角落 他发现了一处老旧的旋转式偏门 果然在这里 孟昭扶下身 在绿化带中潜伏了起来 不一会儿 黑影从角落之中慌乱地出现了 他一边走向偏门 一边时不时地回头看 跑够了吗 孟昭这时从绿化带后站起身来 看向那个人说 看来我们需要聊聊 你是打算自己说 还是我帮你开口 见孟昭冷不防地出现在自己眼前 黑影猛然一惊 见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下意识地摆开了搏斗的架势 看来你已经想好了 说话之间 孟昭的左脚已经迅速发力 一个剑步冲到黑影面前 瞬间一记直拳 重重地打在了黑影的脸上 一股碎裂的声响随之响起 那个人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嫩哼 以孟昭的格斗技巧和力量 挨了这一拳 一般人都会立即失去战斗力的 但是让孟昭没有想到的是 黑影不仅没有应声后退 反而右手迅速从腰后摸出了一把短刀 刀光一闪 直直地向孟昭心脏的位置刺过去 孟昭侧身一躲 一记手刀直披黑影的右手关节 当的一声 那把刀应声掉落了 紧接着 孟昭身体一转 迅速绕到黑影的身后 果断地抬起左臂 扼住了黑影的脖梗 没有给黑影任何反击的机会 黑影此时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他只能用尽全力去掰开孟昭的左臂 他竭力挣扎 妄图逃脱孟昭的锁猴 这个人已经成了困龙之鸟 却还不肯死心 并且力道着实不小 孟昭被迫继续加大了手臂的力度 丝毫不敢松懈 而就在此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孟昭转头一看 顿时瞳孔皱缩 几米开外 一个手持匕首的黑影 不知道刚刚藏在哪 此时正从侧门处 向孟昭的后背直直地扑袭过来 那个人的行动极为迅速 而孟昭此刻全身的力气 都在用来制服身前的这个黑衣人 根本没有时间反应 看来这刀躲不开了 情急之下 孟昭只能松开身前这个人 他立刻转过身 企图抬起手臂挡住这一刀 靠牺牲掉一只胳膊 来还取生还和继续搏斗的可能 这无疑是眼下唯一的选择了 眼见着那把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孟昭正准备用左臂来抵挡住这即将到来的一击 可是他的余光忽然扫道 就在他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身后袭来的黑影的时候 又一个黑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 此刻正向他急步冲过来 三对一 从身手来看应该都受过专业训练 而且都持有武器 妈的 看来他们是想把我逼到绝境 孟昭意识到 自己这一次 真的有些拖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时辰站在窗台上 看着孟昭走出楼道 隐蔽地追寻着那道黑影 很快 孟昭的身影消失在视野内 陆时辰的心里 出现了一丝莫名的慌乱的情绪 这情绪让他无法平静地注视空旷的楼下 忽然 一个念头浮现在陆时辰的脑海之中 如果说二十年前 有人故意引开梦境 设计了一场针对梦境的谋杀 那眼下 会不会有人正在策划另一期 针对孟昭的谋杀呢 顾不及想太多 陆时辰立刻下楼追了出去 楼下 两道人影 已经无影无踪了 根据刚刚跑走的方向 此刻两个人应该在东北面的某个位置 在小区内部有人走动的地方杀人 那面太狂狂了些 按照二十年前梦境与海的安全 罪犯一定会将孟昭引到某处僻静的地带下手的 陆时辰一边快步朝小区北面移动着 一边在脑海之中判断着孟昭此刻的方位 之前去物业询问关于420的信息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物业所处小楼的东北角 是整个小区的边缘地带 那里有很大的一块空地 可能原本是预留设计小区的公共空间 但是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搁浅 因长期无人管理而杂草丛生 人烟稀少 如果那个人真的要置孟昭于死地 那么那处空地便是一处上家的位置 陆时辰加快脚下的步速 迅速地朝东北角跑过去 走进那块空地的时候 周围荒芜人烟 一片寂静 陆时辰的脸色 看上去冷得有些胭脂 他集中注意力 仔细地分辨着孟昭的方位 就在这时 他听到角落里似乎传来一阵不慎明晰的声音 他快步跑过去 看见几米开外 孟昭正跟那个人激烈地搏斗着 孟昭已经把那个人的脖子牢牢地锁住了 看上去已经占了这场搏斗的上风 陆时辰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而就在这时 偏门处闪出一道黑影 陆时辰清楚地看到 那个人手里拿了一把刀直直地刺向了孟昭 而那个人刺向的正是孟昭心脏的位置 显然 这个人想要杀了孟昭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刹那之间 陆时辰抢步飞跑过去 就在孟昭抬起左臂 格挡那把刀的时候 他一抬腿 把那个人一脚踹出了几米远 人本以为自己今天会丧命于此 可是孟昭没想到 电光火石之间 那第三个黑影 居然帮了自己 这意料之外的一幕 让孟昭一愣 随即 隔着昏暗的光线 他这才看清 那道身形高大 速度极快的人影 居然是陆时辰 为了防止刚刚挣脱的那个人偷袭 陆时辰在踹开那人之后 迅速绕到了孟昭背后 和他背靠着站在一起 他一边警惕地看着不远处 那个狼狈爬起来的黑影 一边低声问孟昭 怎么样 手伤了没 没有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守着那家人吗 见势头不对 那两个人立刻重新捡起地上的刀 也聚拢到了偏门附近 与孟昭和陆时辰对峙 此时此刻 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那两个黑影意识到 眼前这两个人并不好对付 而孟昭与陆时辰 虽然刚才给了这两个人重创 但是毕竟手里没有武器 稍稍一个失误 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因此也不敢再轻易出手 这时两个黑影互相对视了一眼 一起将手中的刀扔向了孟昭和陆时辰 孟昭和陆时辰立刻闪躲 因为脚下碎石凌乱 闪躲过程之中 陆时辰没有控制好重心 单腿半跪到了地上 两个黑影健壮 立刻抓住时机穿过偏门 迅速地向外逃去 第二十三集 见此情形 陆时辰立刻起身去追 孟昭抬手挡住了他 算了 别追了 为什么不追 陆时辰皱了皱眉 他还在辨别着那两个人的方位 短短几秒钟 那两个人就已经跑得没眼了 这个地方他们看上去很熟 应该是趁我们在屋里的时候 已经提前策划好了一套逃跑方案 这片区域没有路灯 还是监控死角 那两个人黑衣黑帽 还戴了手套 一看就受过专业训练 反侦察意识极强 虽然如果抓到那两个人 能够提供不少线索 但现在来看 抓住的几率太低了 继续追不明智 我们还是先回去看看 那对母子的安危吧 看着陆时辰眉头紧簇 一副神色冷峻的模样 孟昭抬手拍了拍他的手臂 好了 我这不是没出事吗 他们想要杀了你 看出来了 他们一早就料定 我会追出来 把我引到这里 还提前设好埋伏 这手段 跟二十年前的那场谋杀 没什么两样 这样看来 我们这一路都在被人跟踪 是啊 我们居然都没有发现 吴嘉义培养的这些杀手 的确很专业 也怪我 停滞之后就放松了警惕 真以为度假来了 看来把我搞下台 只是个幌子 吴嘉义真正想要的 是我的命 不过 他越是这么急性子 就越是说明 我们马上就要出到问题的实质 陆时辰没说话 跟他一起往回走 离开那处荒无人际的偏僻角落 再往前走 小区内部的行人渐渐的多了起来 经历了刚刚那场搏斗之后 想到那近在咫尺的刀尖 孟昂照自己也有些心有余悸 继而他想起什么来 看向了陆时辰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刚刚的身份好像对调了 明明该追出去的人是我 该冷静拦下的人是你 怎么现在反而反过来了 闻言陆时辰没有立刻说话 孟昭也意识到 自己刚刚的确有些不太对劲 因为感情缺失 他一直都是一个极度冷静理智的人 但就在刚才 他似乎根本没有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就做出了继续追的决定 是啊 为什么我刚刚好像无法控制我自己呢 听出陆时辰语气中的困惑 再想到陆时辰一直以来 对情感缺乏最基本的认知 孟昭开口解释道 这就是愤怒 人在极度愤怒的状态下 往往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陆时辰在此之前 他几乎没有过被激怒的经历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这就是他一贯冷静的做事风格 为什么我刚刚会感到愤怒呢 你回想一下 失控的那一刻你在想什么 想杀你的人都得死 之前一直好奇陆时辰失控的模样 没想到陆时辰现在真的失控了 竟然是因我而起 沉默了一会儿 孟昭才开口道 愤怒会让人失去理智 你得控制好这种情绪 那你之前在安隆打人的时候 就是因为愤怒而无法控制自己吗 是啊 你不是还得管我吗 怎么连自己都把控不好 两个人说着 再一次走到了402门口 屋内没什么动静 孟昭抬手敲了敲门 过了一会儿 脚步声才响起来 女人走过来开了门 孟警官 怎么了 见女人安然无恙 孟昭松了一口气 扫了一眼屋里 刚刚有没有人来过 没有啊 最近一定要小心 陌生人来敲门都不要开 遇到一定要开门的情况 先打电话给我 嗯 好的 门关上了 孟昭对陆时琛说 走吧 我们去跟物业说一声 让他们最近几天家乡安保 还有 一会儿回去就把那间民宿退了吧 今晚在附近找个地方暂时住下 一旦有事也能第一时间赶过来 嗯 好 身后 女人把门关上 握着门把手的手指 微微地颤抖着 李侧的卧室里 一个男人拉开门走了出来 看着女人问 人走了吗 陆时琛开着车 没跟孟昭商量 竟只把车子开向一家酒店 不用细想 孟昭就知道 陆时琛一准定了周围最贵的一家 您好 欢迎光临 两个人走到酒店前台 前台小姐询问他们要订什么房 陆时琛语气平常地说 服务员 你见到床房 孟昭则低头扬坐看手机 在酒店餐厅吃了饭 回到房间的时候已经近凌晨了 孟昭洗漱完坐到床边 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稳 这时陆时琛也走了进来 见孟昭好像在沉思 他问道 孟昭 在想什么呢 总觉得有点不放心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第二次回去时 那个女人家里比之前乱了一些 是因为一直在找那个包的缘故吗 还有 那个女人的脸色也不太对 陆时琛回想了一下 当时她的注意力全在孟昭的伤口上 并没有过多地去在意那个女人 似乎是有点慌乱 我在意的不是这个 出开门时的确有些慌乱 但她的慌乱只是短暂的一瞬 之后的表现却出奇的自然和镇静 见到我们受伤她什么都没有问 总之 越想越不对劲 明天再去看看吧 总不可能一直守在那里吧 你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 既没有办法定用警力 也无缺24小时监控 继续待在那里 只有无法遇见的危险 和被人再一次抓住把柄的可能 也是 算了 先不想 陆时琛拿了一瓶医院开的消毒水 拧开瓶盖坐到了孟昭旁边 来 帮你给伤口消一下毒 因为跟那个黑影近身搏斗了好一会儿 孟昭虽然没受什么重伤 但手臂上多了不少擦痕和浅刀伤 要放在以前 这些伤口孟昭压根就不会处理的 但陆时琛要帮他消毒 他就照着陆时琛说的侧过身子 将T恤的袖口露到了肩膀上 陆时琛拿了棉棒 占取了消毒液 涂抹到了孟昭肩膀下方的伤口 疼吗 不疼 这都不算什么伤 你经常受伤啊 也不算经常 隔三差五的吧 既然陆时琛没作声 他顿了顿 问道 你在担心我 以后不要他弄行动了 没事 算命的说 我平均每月会有一次血光之灾 这个月有过这一早 之后就彻底安全了 明天去周围看看 能不能买刀就叠刀放身吧 也行 孟昭侧过脸 看向陆时琛 陆时琛正垂眼认真的帮他消毒 长而浓密的睫毛 就像羽毛一般 随着眨眼而上下地吸动着 看得孟昭莫名的有些心仰 于是他朝陆时琛的睫毛上 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陆时琛动作一顿 抬眼看他 干什么 我说陆大仙女 你这身手不错呀 专门学过格斗 陆时琛帮孟昭消完毒 拧紧消毒水的瓶盖 评论了一会儿继续说 无聊的时候 总要找点事情做吧 格斗时圈圈倒肉的感觉 起码还能让我觉得 自己正在活着 陆时琛将消毒水放到床头 起身走到床的另一侧 关上了灯 黑暗笼罩下来 孟昭低声说 这一次 又要多谢你的救命之恩了 说吧 I believe 如果你还不懂 你的出现是我 最美的感动 I believe 不管多久以后 看着你眼泪就会 忘了流 第二天一早 两个人在酒店吃过早饭 见那个女人仍旧没打来电话 孟昭总觉得心里不太安稳 便和陆时琛开车 又去了那个女人家里一趟 站在402门前 孟昭抬手敲了敲门 门内立刻响起了脚步声 屋里的人快步走过来 孟昭注意到猫眼的光被挡住了 看来门内的人此刻正在透过猫眼看向门外 但是门却没有立刻打开 孟昭跟陆时琛对视一眼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屏息听着里头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 孟昭又抬手敲了敲门 防盗门这才向外推开 女人探出身来 孟警官 你们这么早就过来了呀 怎么样 找到了吗 还没有 孟昭朝屋内望去 相比昨天 屋子看上去非常的凌乱 孟昭注意到 女人看上去非常疲惫 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像是熬了一宿没睡 能进去看看吗 女人似乎有片刻的犹豫 然后才侧过身让开 进来吧 孟昭跟陆时琛走进屋里 推开各个房间的门扫尸了一遍 屋内的实际情况 比外面看上去要更加的凌乱 女人说 孟警官 昨晚我把这屋子的里里外外 都翻了个遍 真的找不到了 您要不再等等 我再去我其他的房子里找找 辛苦了 那我们先走了 有消息你随时联系我 走到玄关处 孟昭突然发问 你儿子呢 我看他不在屋里 这么早就上班了 他上班是很早 女人把他们送到门口 关上了门 下了楼 孟昭看向了陆时琛 你有没有觉得不太对劲 确实有问题 这女人家里被翻得非常乱 从状态看上去 也像是不眠不休地找了一页 这并不符合常理 是啊 昨天我们在他家时 他也找了一阵 那时候虽然也在尽力找 但整体上还是很从容的 虽然我们很着急 但并没有逼他必须在今晚找到 到像是我们走之后 他在逼自己一定要找到这个东西 旋关那里 你是发现了什么 和他儿子相关的线索吗 他儿子不在屋里 我问了一句是不是上班了 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但在旋关处的地毯上 有一双皮鞋 是那个青年昨天到家时穿着的 还有一只男士拖鞋 是他昨天到家后换上的 如果我没记错 旋关处的鞋柜 并没有打开过的痕迹 沉默了几秒 孟昭做出了推测 这女人的儿子可能已经被绑架了 犯罪分子以他作为威胁 逼迫这个女人一定要找到那个包 很有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麻烦了 罪犯如果进过女人的家 那里被装了窃听装置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刚刚也是出于这个顾虑才没敢多问 走 我们先去物业 两个人快步走到物业办公室 昨天那个帮忙的前台刚到不久 正站在门口的桌边上烧水 孟警官 你们又过来了 昨天的事情还顺利吗 姑娘 还得麻烦你帮个忙 你说 我能帮的一定帮 能帮我们把402的林女士叫过来吗 别说是警察让她过来的 理由我教你怎么说 没问题 还有 你们这里有没有空余的屋子 我想临时借用一下 里面有一间很小的会议室 平时我们也不怎么用 都当休息室 行吗 行 谢谢了 喂 您好 物业前台 请问是四号楼402的林迈女士吗 是这样的 你家的店表好像有点异常 缴费金额远低于实际金额 这边需要您过来核对一下 用电量和电费 可能还需要补缴一定的电费 抱歉 迟到您忙 但是如果您不来核对和补缴电费 马上就要给你们家停电了 孟警官 搞定了 他说他现在就过来看看 我这样骗他 他不会投诉我吧 我们本来工作就不高 再被扣钱 放心吧 你这是在帮他 他不会投诉你的 那可不一定 你帮了那么多人 现在不也算是被投诉了吗 真是越想越生气 孟警官 我就是发发牢骚 你不用担心 哪怕工作没了 我也帮你 我这人谈不上高尚 但起码还算有良心 之后有什么需要 您尽管说 谢谢你 几分钟之后 女人微微低着头 步伐匆匆的走了过来 李女士您好 核对电费是在这间会议室 您进去处理就行了 女人一推门 看见会议室里的孟昭和陆时琛 顿时愣了一下 前台关上门 自觉地回到了自己的宫位上 李女士 趁热抱歉 考虑到你跟儿子可能遭遇了威胁 家里也许被装了窃听装置 我们不得已用了其他手的把你请过来 请你谅解 女人抬头看着孟昭 张了张嘴 表情看上去惶恐而惊讶 一时没有说出话来 坐吧 李女士 请你再回答我一遍 你儿子到底去哪了 如果你不说实话 没人能救得了你们母子 女人低垂着头 仍旧没有说话 屋里一阵沉默 孟昭再一次开口 打破了僵局 想必绑匪现在是用你儿子的生命作为威胁 让你找到那个包去换他回来 对吗 女人不作声 但孟昭能看出来 提及儿子 他的眼眶瞬间就红了 林女士 从严格意义上讲 这群人并不应该被称为绑匪 应该算是一群杀手 他们绑架你儿子的目的 你也很清楚 不是为了钱 只是为了那个包 为了当年张灵清留下的证据 你觉得你把东西交出去 你儿子就能回来吗 以我对这群杀手的了解 他们拿到东西之后 不但不会放过你儿子 可能还会选择杀人灭口 特别是在他们并不确定 你们是否真的知道包里装着什么的情况下 动手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毕竟死人才能掩埋一切证据 几秒之后 屋内响起了女人的啜泣声 女人抬手捂住嘴 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出来 孟警官 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儿子 求救你们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先把整件事情说清楚 短短几秒钟之后 女人已经泣不成声了 过了一会儿才能说出话来 昨天 你们走后没多久 就有人来我家敲门 我当时还在屋里找那个包 是我儿子去开的门 根据女人的叙述 孟昭在脑海之中还原出了当时的情境 屋外响起了敲门声 林迈正弯腰在柜子里翻找着当年的那个黑色手提包 听到敲门声后 他大声地问了一句 谁啊 警察 等一下 林迈刚要起身开门 隔壁的房间 椅子摩擦地板的声音响起来 他的儿子起身走了出去 我来看门吧 因为不想让儿子知道当年的事 林迈也立刻起身 边朝外走边说 孟警官啊 东西还没找到 你们明天 他的话还没说完 见到眼前一幕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的儿子正被一个陌生的男人抓在身前 一把尖刀正对着儿子颈动脉的位置 看着慌张到马上就要尖叫出声的林迈 男人压低声音威胁道 不成出事 问你什么你就打什么 否则你儿子就会死在你面前 等等 林迈惊恐地盯着自己的儿子 立刻捂住自己的嘴 慌乱地点了点头 你刚刚说东西还没找到 那警察让你找什么 是 是一个猫 见儿子的生命遭遇威胁 林迈丝毫不敢说话 是张灵青当年出事前给我的包 他们让我找的就是这个 包里有什么 有一个黑色的长条小盒子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这不关我儿子的事 你先放了他吧 他什么都不知道 别废话 赶紧去找 找到了把东西给我 你儿子就没事 好 好 林迈几乎被吓得魂不附体 这就成 男人胁迫着他的儿子 跟着他走进了里屋 看林迈在柜子里头翻找 他催促的 动作快点 包长什么样 黑色的布包 林迈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用手比划了一下 他大概这么大 赶紧找 男人再一次用刀抵住了青年的脖子 警告他 不要试图动歪心思 否则你儿子随时会没命 他说完 林迈便疯了一样的开始翻找家中的卧室 一边流泪 一边不停地回头看向被威胁着的惊恐万分的儿子 精神 瀕临崩溃 几分钟之后 屋外再一次地响起了敲门声 屋里所有人的动作都同时断住了 先去洗发脸 再开门 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一旦露了线 你知道你儿子会怎么样 林迈立刻一阵点头 走到门口的那几步路 他做了好几个身呼吸 为了自己的儿子 他必须要让自己看上去若无其事 林迈打开门 看着门外的两个年轻人 孟警官 怎么了 听完林迈的讲述 孟昭眉心紧锁 三个人 两个引开我 试图取我性命 还有一个负责劫持屋内 说不定还想趁机解决掉陆时针 这伙人还真是计划周密啊 我居然一点事先防备都没做 看来吴嘉义比想象的还要更难对付 那我们走之后 那个人就把你儿子劫持走了 你走之后 我一直在找 直到第二天你们过来 我把家里都翻了个遍 怎么样找到了吗 林迈沉默片刻 低下头说 没有 孟警官 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儿子的命 求你们啊 这哀求声 听着那么的揪心 孟昭安抚他 你先别急 既然东西没找到 暂时他们应该不会拿你儿子怎么办 我们想想办法 林迈点了点头 孟昭和陆时针 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片刻后 林迈又开了口 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孟警官 我能先回去吗 出来这么久 我担心那个人知道我不在家之后 我儿子会出事 行 你先回去吧 孟昭看着他站起身 忽然想起什么 叫住了他 对了 林女士 还有一件事 你回想一下 绑匪昨晚有没有在你家里 安装什么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 我记得 他当时站在衣柜边 盯着我找东西 我看一下我儿子的时候 无意中注意到 他好像在卧室的衣柜后面放了什么 这样吧 你回去确认一下是否真的有窃听器 孟昭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递给了林迈 他一般长这样 如果有 之后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接通后先不要说话 一切听我安排 我会教你怎么说 如果有急事需要联系我 就出门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打 嗯 好 林迈走了之后 会议室里 只剩下孟昭和陆时辰两个人 孟昭叹了一口气 有些懊恼 哎呀 昨晚回来那趟还是太仓促了 只确认了这女人的安全 却没想到他儿子当时正在屋内受胁迫 昨晚那种情况 如果你进入了房间 对方在闭塞的绝境中 说不定会一命薄命 那种情况下 不但他儿子的性命难保 我们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冷静想想 当时没发现异常也未必是坏事 算了都说无用 先想应对的措施吧 嗯 孟昭应了一声 陆时辰这几句话 让他也迅速地冷静下来 找证据的事得先放一放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人救出来 没错 顺势再抓到那三个杀手 至少三个专业杀手 手中还持有人质 仅凭我们两个人 已经不可能解决这件事了 必须寻求当地警方的帮助了 哎 孟昭 你不是说 你在严城没有熟人吗 要报警吗 我们妹姐的确没有在严城工作的 不过想找人引荐一下 应该还是可以的 孟昭说着 拿出手机翻出了行真班的班群 敲了一行字发到群里 谁有熟人在严城警无系统 在工大那会儿 孟昭的人员就相当不错 这好人员一直延续到了 毕业七年之后的眼下 消息一发出去 群里立刻有好几个人响应 同学办事靠谱 很快就给孟昭搭好了桥 赵毅 现任严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 是大孟昭几届的学长 孟昭和陆时辰开车前往严城市局 下车的时候 赵毅已经等候在市局的大门门口了 是赵队吧 你好 我是孟昭 你好 孟队啊 久永大名啊 这位是 是我名滩公安为暗龙专案组聘请的顾问 陆时辰 能被引入为技术顾问 一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们进局里说吧 你在电话里说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刚刚你来之前 我去把这个案子的情况和你的意思 都一并告知了我们李局 但孟队啊 你身份毕竟特殊 李局能不能同意你们协助办案 就得看他的决定了 来 我带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说着三个人来到了局长办公室 赵队推开门 孟昭和陆时辰走了进去 李局正坐在桌后打电话 听见有人进来 示意他们先等一等 好好好 那就这么安排吧 挂了电话 李局看向两个人 孟昭 陆时辰 对吧 你们的情况啊 我都大致了解了 多余的话我都不说了啊 现在情况十万火急 务必尽快开展行动 将林迈的儿子营救出来 部分准备工作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接下来 你们就配合赵队长 负责这次营救行动的部署和执行工作 谢李局 行 你们俩先出去吧 我需要向赵队交代一些事情 赵队被留在李局的办公室里 孟昭和陆时辰先走出来 出门之后 两个人站在走廊的窗边 陆时辰压低声音说 林梦昭 你以前接触过这位李局吗 没有 轻易允许一个被停职的警察 参与进这么重要的案件 你不觉得蹊跷吗 孟昭没有立刻应声 还有 他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应该没有人给他介绍过呀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的这些我也想过 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和经历 去在意这些了 在人命面前这毫无意义 从目前的处境来看 能让我们参与这个案子 那就是最好的结果 我不希望你再深陷了一下了 难不成你还真想养着我呀 孟昭笑了一下 摇了摇头 片刻之后 他眼睛里的笑意淡去 声音沉了下来 当初选择警察这份职业 就注定了我无法始终远离深渊 深渊 那好 我陪你一起跳 赵队从礼局办公室里走出来 看着走廊上的两个人说 走 我们去会议室聊吧 到了会议室 三个人都没再说多余的话 立刻开始商讨制定行动方案 蒙队啊 陆顾问 对整个案子的各种细节 还是你们把握的更到位 说说想法吧 来之前 其实我跟陆顾问 已经商量出了一套方案 你听听看 不足的地方呢 你随时补充 根据林女士提供的信息 犯罪分子接下来一定还会打来电话 我们的想法是 先由计真人员监听林女士的手机 随时掌握绑匪的动向 由于犯罪分子并不知道那个证据的实际样貌 因此无论林女士有没有找到证据 我们都可以让她告知绑匪 东西已经找到 借此引出绑匪 这个时候 纪真立刻对绑匪的电话进行定位 定位倒是没有问题 不过 孟队你之前也说过 这伙绑匪的作案手法非常专业 你又没有想过 如果他们那边安装了反定位装置 无法进行定位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这个当然想过 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大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预判犯罪分子可能会采取的行动 第一种可能 犯罪分子被林女士提供地址 让他自己前往指定地点交换儿子 届时我们会伪装成出租车司机 陪同林女士乘车前往该地 与此同时 距离目的地最近的派出所负责人 要立刻采取行动 带人前往目的地周围 从四面形成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第二种可能 绑匪不事先提供地址 而是派人前来接走林女士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要事先在林女士身上 安装微型定位装置 根据林女士移动的方位 来确定绑匪窝底 以犯罪分子的技术手段 应该不会检测到我们的设备 在林女士被接走之后 计真会将车辆的实时位置 发送到各位行动人员的手机上 我 陆顾问 还有部分市局警察 会跟随定位 在保持一定距离 不被犯罪分子察觉的情况下 朝目标方向移动 同时 各辖区派出所也需严阵以待 车子经过每一个辖区 该辖区派出所就立刻派出车辆 对目标车辆进行远距离追踪 最终他们前后所经过的 所有辖区派出所 将从四面八方朝目标车辆汇聚 从而形成一张巨大的包围网 一旦车辆停下 这张网将迅速收拢 封闭出口 绑匪也必将插池难逃 不愧是孟队啊 想得很周全 这套方案我觉得没有问题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各辖区的派出所负责人 就由我负责传达 至于林女士那边 由我和陆国文负责 我们会将所有方案提前告知她 并且交给她一套 见到犯罪分子之后的话术 来为警方争取更多的行动时间 可以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